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8月13日 星期日 跟大家說一下 香港被美國制裁了 限制高科技的投資 限制資金 其實我覺得只是第一步 下一步 就是 限制 在香港的其他 金融投資 限制高科技 其實大家都知道 現在高科技就是 未來世界的主宰 竟然美國限制 美國的資本投資高科技的資金 那麼你想一下 香港 以後還有甚麼 用處呢 香港一直以來 世界金融中心 說穿了甚麼呢 洗黑錢 扯皮條 做金融的不外乎是這兩件事 貿易 貿易就是扯皮條 金融就是洗黑錢 是不是 所以 香港一直以來都是幫中國 做扯皮條 洗黑錢的生意 現在 當 美國政府 知道香港這個功效的時候 是中國的疏水口來的 我只要封了你 你一定 爆煲 是不是 就正如那些渠 大陸大家知道 每逢一水浸 大陸的渠就沒有了 一個名人說的 我現在醒不起是誰了 不是我原創的 他說每個地方 一個城市的下水道 是他的良心 因為下水道的東西看不到 扔了錢下去 沒人知道 但是下了一場大雨 你就知道那個城市 有沒有良心 那個政府有沒有良心 中國有沒有良心 當然沒有啦 中國政府 從來都是狼心狗肺 他的良心 早就被狗吃了 我們這節要告訴大家 香港 做不到 有機會給美國廢武功 沒有辦法再幫中國洗黑錢 扯皮條 但是 香港有一個新的行業可以做出來 叫做替死鬼 說一說的新聞給大家聽 大家聽完這段新聞 就會明白 我要說什麼 這是昨天 的update新聞 12日 海南省港區政協委員聯儀會 舉行慶回歸26週年期第四屆會董就職典禮 特首李家超發表錄影致詞 對新一屆會董就職表示祝賀 李家超說 國務院總理李強今年在海南調研的時候 已經肯定海南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成就 而早前在海南舉行的薄俄亞洲論壇 全球自由貿易港發展論壇 公佈了全球自由貿易港夥伴關係倡議 推動全球自由貿易區和貿易港加強合作 香港特區很高興支持和參與這個倡議 共同推動國內國際兩個市場 兩種資源 聯動效應 同時突顯香港作為貿易 和投資自由化堅定支持者的角色 李家超說 勤港關係 勤港關係 勤是代表海南島的簡稱 海南島的海峽叫做 勤州海峽 李家超表示 勤港關係向來密切 合作前景廣闊 其中 海南省政府去年在本港發行離岸人民幣地方政府債券的第一個 內地省政府 債券總額50億人民幣 而且也是藍色債券和可持續發展債券 吸引國際資金 幫助國家可以持續發展 他期待不同的省市繼續使用本港的專業服務和融資平台 一同增強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的活動 同時促進人民幣國際化 好了 現在海南省 已經在香港 發這些地方債 大家都知道 中國的地方債基本上是頻頻爆破的 只是乘投債就高達70萬億 65萬多 66萬億左右 另外還有其他的債 因為乘投債就跟 這個 是不同的 乘投債就只是 城市投資發展 但是地方債有另外 因為地方債包含政府的開支等等 而這次 來海南就來香港發債 這個只是第一步 之後 陸陸續續續 有其他的省市都要來香港發債 包括 快要破產的廣西 然後 貴州等等 窮到窮 還有河南等地 給不到錢 派不到息 接下來 就會拿香港來做替死鬼 香港 沒有辦法幫中國成為扯皮條中心 沒有辦法幫中國洗黑錢 不要緊 你還有一個新功能 你就是做中國的替死鬼 怎樣做替死鬼呢 很簡單 大陸現在 慢慢所有的地方政府 沒有人要借不到錢 沒有辦法 借到錢 因為沒有了信用 借了錢也不還 你要想一下 但是 香港的招牌 還沒有爛了 還可以騙鬼佬 現在就要借香港這個招牌出來騙鬼佬了 騙不了鬼佬也不要緊 起碼有些香港傻豬 藍絲傻豬被騙 中國政府難道會倒閉嗎 中國銀行會倒閉嗎 這個世界 中國銀行會倒閉嗎 我不敢說 但是中國政府就很牙煙 當然啦 不怕你們相信祖國 相信政府 相信黨 你們應該要多買 這些債券 表面上好像沒有問題 當它爆起來 不還就不還 現在 香港就是可以充當這個替死鬼的角色 因為 要在 你外面雜資 已經雜資不到 香港IPO 大家知道跌得多厲害嗎 根本 沒有人有信心 你試試找其他人 來做保陷人 保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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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相信你 但是 香港還有錢 民間還有錢 即使他騙不了這些人 騙不了外國也不要緊 起碼騙了香港人 就好像 大灣區的爛尾樓一樣 他主要目標都是欺騙香港人的 香港人很有錢的 我想 大家知道 現在在香港的銀行 那個結餘有多少錢呢 是15萬億 15萬億 即是2萬億美金 是不是 足夠是中國頂多一陣 是指賭咳的 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呢 他不將這筆錢 作你這筆錢的主意 這裡有100億 所有全中國的省市 全部還不到錢的 不怕 下來香港借 香港大把錢借 給高一點點利息 但是不行 因為人民幣的利息低 跟美國有3厘以上的息差 美國再加息 人民幣又不加 人民幣又不加 賣給誰呢 只能夠躲心口 現在 香港 會幫這些 沒有錢還 也不打算還錢 會賴債 會快要 貧臨破產的大陸省市 發債 稍後不知道會不會金肅 貴州等會借錢 這裡發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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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啦 中國政府 中國政府也會破產的 尤其地方政府 沒有信用就更加了 連電費也沒有錢交 我們跟大家報道過 早幾個月 差不多三四個月前 南寧市政府 這個是 廣西的省會 南寧市政府的公安局 沒有交電費 沒有交多久 二十年 欠了三千多萬電費 二十年不交電費 大家有沒有聽過 香港 兩個月 是不是出張 warning letter 給你啦 出張最後通諜 交錢啦 現在就截電啦 沒有的 大陸 二十年才寄信給他 告訴你 你再不付錢 我們就截電了 欠了二十年的電費 大家想一下多誇張 好了 到時 大陸所有的賴債的人 老賴 賴債政府 地方政府 全部都土匪 全部都放在香港發債 騙不了鬼也不要緊 騙你的香港人 你們 放心吧 現在國家 照顧了你那麼久 根據他們說的大外宣 國家照顧了你那麼多年 1998年金融風暴 又幫你打大鱷 中央又出三千億出來救你香港 救市 全部都是假的 早在60年代 大陸飯都沒得吃的時候 特意幫你蓋一條東江水 特意救你 東江水 其實 大陸的宣傳現在是這麼說的 他不會說他沒有飯吃的時候 香港人會去接濟他 他反過來 他說中國政府出錢 蓋一條 東江水那條書水館 給你們香港人有水喝 不然你們香港人會渴死 你們要製水 實際上 東江水所有的錢 那條書水館 全部都是香港政府給錢的 然後每年還要跟他們買水 他們不說這些 反過來說 他們又是60年代 中國政府已經來救你香港人 已經來支持你們了 他們不說甚麼改革開放 甚麼都不說的 他們告訴你 然後 到98年 中國政府出錢打大惡 然後一直以來照顧香港 香港一直跌下去 到了零沙士 中國做開放自由行 你們快死了 我們再救你 香港從頭到尾都原來是由中國政府去救的 支持的 我們從來都是 寄生蟲來的 現在 政府要用得著你們的時候啦 你們要幫我們 甚麼城頭債 甚麼地方債 難債 反正我們借不了錢 不怕 香港人有 還有多少 有七萬多億港幣 以及七萬多億的外幣 總共十五萬億 這十五萬億就做得對 特區政府有多少錢 特區政府沒有多少錢 被人民銀行 被人民銀行取得了 你不要以為有 4000億我會儲備 中間 基本上大部分已經被人民銀行 大家 分享了個 沒有得拿回的了 你想有嗎 所以接下來一衝 港幣可能隨時爆 也不排除美國到時會解除聯繫匯率 他們覺得香港不穩陣 然後人家撤資 你以為你的貨幣基礎可以搞得好 你發行的貨幣就不太多 只是幾千億而已 香港政府有能力買回 問題是 你的資產 你的股票 香港的市值也超過10萬億 香港的股票市值也超過10萬億 你有沒有那麼多錢 如果人家要沽這些股票 要換美金 有沒有那麼多美金給人 然後還有物業 樓 還有其他的債券 保險各方面 如果人家在香港 全部要沽水的時候 你有沒有那麼多美金給人呢 當然沒有 聯繫匯率說崩就崩了 所以現在我們告訴大家 李家超做的角色 他其實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沒有得做扯皮條 沒有得做洗黑錢 就是幫中共做替死鬼 一樣是 沒問題的 替死鬼中心 接下來 就是香港的最新定位 反正你就吸不到錢了 不要緊 香港人大把錢 把你們香港人的錢 手刮乾淨 這節時間 我們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現在主頻道和後面頻道都沒有盈利了 我們只得Patreon可以接受大家的支持 多謝